我父亲是金基泰基 非常好人 没有职业 日本记者实地走访 坐上厕所马桶 头就差不多顶到天花板 整体情况和电影描述的画面 几乎一模一样 马桶要比房间地面高约60公分 就是怕脏水会倒流弄脏房间 这样一间首尔半地下房屋 月租约3万5日币 换算台币大约9500 是一般首尔房租的四成左右 这位62岁崔先生 因为工作上的意外受伤丢了饭碗 和妻子离婚后 就过了20多年的半地下生活 根据统计南韩约有37万户贫困家庭 居住在像这样的半地下房屋 寄生上流里 上流社会与底层百姓的生活样貌 写实反映出贫者月贫 负者月负的现实 而多数人都无力反抗 随着电影获得艺术肯定 社会上也出现更多对于阶级社会的反思 东西网综合报道